幽兰强威vs罗小黑 我们看看特性内拥有机甲动力的罗小黑 跟真正起步名车幽兰强威它又有什么差距啊 那么起步幽兰强威依靠者送着小喷直接领先了一个车身位 但是罗小黑的机甲动力可真不是迟速了 这差距慢慢的几个弯就直接追平了 有些优优可能会说了 一个车身位都需要几个弯才能追上 这是机甲动力吗 那你就要知道罗小黑无特性的基础动力 其实是跟幽兰强威是一样的 那罗小黑有特性加成人家幽兰强威 他也有特性加成是吧 然后现在30秒已经过去了 也就证明罗小黑他尾了 特性没有了 那么可以看到幽兰强威人家特性那是瘋狂的触发 所以呢这个差距直接一下子就拉开了一点 然后现在还在慢慢的拉开这个差距啊 所以说这个特性呢拥有机甲动力 几乎呢是跟人家幽兰强威差不多持平状态 但是没有了特性加成之后 这个就开始慢慢的落后 落后的还是有一点点的多的哈 那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哈 人家幽兰强威他的素材呢 是无产管的时候跑的 所以说别说那个罗小黑无产管哈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关注支持一下 感谢观看